早上如果開幕的時候有在的話 這次黑客松的名字跟平常不大一樣 平常是以台灣戰後歷史的大世界為名 那這次叫做公民科學黑客松 那其實主要是為了呼應這個 上個禮拜在中研院舉辦的這個 公民科學的一個conference 那由於這個活動的關係呢 那開放文化基金會 和美國的在台協會AIT 共有一個合作的project 邀請到來自美國的半發體教授 那范老師他是在這個 紐約賓和頓大學的歷史的學者 那 應該怎麼說 他是科技史的專家 然後對於就是說 科技史中的這個公民科學 知識怎麼樣從本來是專家所能夠 呈詢的 開始逐漸有一些變化 有很多相關的研究跟case studies 所以今天我們就請他來給我們一個talk 那主題是 Open Source Open Science and the Crowd 那我們就歡迎范老師 謝謝 謝謝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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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隨心講這樣子 我是來學習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我有個梅花路就是新手這樣 新手上路 我也不懂的information technology 我是學歷史的 學歷史的就是看古書這種的 所以呢我今天能夠只是能夠跟各位分享一點 所以剛才就是繞了一圈 然後跟很多不同的小組這樣 你們叫坑我是第一次學到這個字 不是我不是第一次學到這個字坑 你知道這個字 新的意義是坑這樣子 所以說我就走了 跳進了幾個坑這樣子 跟大家聊一聊 所以我學了很多東西 我學了第一個 要躲避兇宅宅 買拔子要知道說這個兇宅不好這樣子 然後看到土石流是哪裡 我想說我家旁邊好像有土石流這樣 因為我住在苗栗 所以苗栗在山上這樣子 我想說這以後要小心一點 找不到是土石流 然後呢我學到很多說 這個是 The idea of openness 就是什麼 Openness 是一個很重要的觀念 在我們這個 但是呢我以前小時候也喜歡看布袋戲 所以呢 講一個德國的故事 因為這邊有一個詮釋德國來的 我們從德國開始講 所以 德國18世紀的時候 德國有一個哲學家叫做康德 大家都知道康德 就是那個感冒藥的康德 就是這個哲學家叫康德 然後呢 他想的 他這個道德標準蠻嚴格的 從他哲學的體系來講 他就是 就是說謊 他是覺得 絕對不可以 就是一個 要一個正常的社會來運作 他說謊是絕對不行 所以 就是一切都是要 Open 就是 Lions Unceptible 這樣子 為什麼會這樣子呢 他說 基本上呢 他從這個觀點來看說 Lions 要 如果你說說謊要能夠work的話 事實上就是 你要有true 說謊才會work 如果說每個人都說謊 沒有true true 這個東西存在的話 那當然就是 每個人都不會掉入被說謊的陷阱嘛 對不對 他就說 所以這個 但是 他事實上說的 所以我想想看說 他說的事實上是什麼 或是我太太跟我說 他說的是什麼 他說的事實上是secretcy 就是說 說謊 就是 基本上是 關於說你要把什麼東西 隱藏了 對 就是害什麼東西 叫做說謊 那隱藏的東西可以是一個intention 就是說謊可以有兩種 一種是 或是很多種 但是有兩種主要的方式說謊 一種是intentionally mislead 你 比如說 我說一件假的事情 也隨時有mislead 另外一個是 說謊by omission 把他 不重要的東西 引略掉了 那是一個說謊 所以這個主教的方式這樣 但兩個都 關關 就是跟secretcy有關 就是密 怎麼樣把它變成密密化 一方面是 我把intention給隱藏掉 另外一個呢 是把東西 有部分事實 掩蓋掉 那就是secretcy這樣子 所以他覺得說 這個東西是不好的 就是要一個社會來function的話 這個不好的 到最後我才會跟你講說 他重點說 為什麼這是一個不好的事情 我這個東西呢 並不是我自己看的 所有的康德的 這個 哲學大著 還有三本這樣 巨大的 那個書 講這些 道理 我不是這樣子 我是聽我太太講的 他是研究康德的哲學家 所以他跟我講說 你不要有secretcy 這樣子 所以我就是 哦 是是是 我不敢你有secretcy Anyway 我今天要講說 是secretcy在techno science 然後講secretcy 跟方面的 這個三者之間的關係 secretcy呢 在techno science 上級中科學的史 就是我自己本來是科學史 如果社會史的長度 就是眾生來看的話 歷史的眾生來看的話 誒 比如在early modern period 在十六十七世紀的時候 很流行的一種東西 叫做alchemy 我們現在說 鏈金樹 在歐洲非常流行 鏈金樹 鏈金樹呢 他們有secrets 他們說必須要有secrets 為什麼 因為他們覺得說 secretcy 就是secretcy 就是power 就是magical power 因為你念單書 是有magical power的 那secrets 如果你把完全公開之後 你把你的秘密公開之後 你就失去了那個power magical power 這樣子 所以呢 就是 你想想看 就是這個中間有關係 就是secretcy跟power 這個關係 那另外一個科學的傳統 跟這個 這是alchemy的傳統 另外一個科學傳統呢 我們想想看的是 就是另外一個觀念 就是跟科學有關係 跟rational science 是叫做 the Republican letters 就是一個共和國的觀念 就是說 在18世紀的時候 特別強調這些 就是理性 就是一些 就在科學的世界裡 大家 成功的一個科學的視覺裡 是一個 就是idealized 這個科學世界的視覺 那就是rational 理性的一個 相平等的公民 在這個公民裡面呢 他們共同來鑄造一個idealized社會 或者是一個國度 那怎麼樣做呢 是correspondence 那時候 因為他們沒有internet 他們是用寫信 就是寫信這樣聯合 而且是超過國界的 就是他們覺得說 這個republic letters 是超越 當時在歐洲的時候 國為國之間 當然就是有幣的 也滿大的幣的分別 但是這群科學家 或者是哲學家 覺得說 有更高一層的這個 重要的values 必須要保持 所以他們就 就是說prospondence 知道寫信 通過超越國界 來討論這個東西 就是關於科學的事情 或者是關於其他的事情 所以只有兩個科學 有兩個的傳統 一個是secrecy 跟power的傳統 一個是openness的傳統 就是兩個一直都存在 比如說 重要的 給你一個example說 這兩個東西是怎麼樣 同時存在 就是二次進大戰的時候 發展了原子代 有部分是發展原子代 那結果美國用了原子代 就四五年的時候 他用兩顆 就丟到日本上面這樣子 當時參與發展原子代的科學家 有很多是從歐洲過去的 很多是猶太人家過去的 那他們參加了這個project之後 產生的原子代 有些科學家 就是他們也分成了兩派 就是那時候 有些科學家就是說 現在有了原子代 原子代就是一個 一部分的人 就是美國政府 跟一群的科學家說 我們要把原子代的秘密要保持住 秘密的意思就是 這個科學的秘密 科技的秘密保持住 所以其他國家 沒有辦法學製造原子代 另外一群科學家 他們參與了製造原子代 因為他們覺得說 如果你不做原子代 德國會不會先做出來 那就完了 這樣他們是覺得這樣 因為他們很多人事實上 是從被德國趕出來 然後他說呢 誒 現在已經戰爭已經結束了 他們有一個很強的觀念 從二徒一直是要在 一直一直延續到 The public letter 是說 我們要open這個東西 他們就說 你要維持世界和平呢 事實上你要把原子代的秘密公開 就把他繳出來公開 這樣子呢 那你要有一個 基本上他們的idea 是一個world government 有一個更高 比各個國家之間更高的一個組織 來管理 或是來管理這些事情 所以就不會有這個 想要把它這個 變成一個secret 變成自己有一個power這樣 那大家share這個東西 那可能就是會比較好 他們是觀念這樣 所以兩派的科學家 就是兩派參加建造原子彈 自己科學家本身就有不同的意見 所以一個是openness 一個是secretcy 的不同的觀念 這個東西呢 一直到後來當然就 也是這個跟modern society 跟state的關係有關 所以我想說 誒 為什麼會這樣 modern state 就是一個國家體制 現在的國家體制呢 在一個現代性的框架之下呢 他們希望這個state citizens是open的 這是modern state要怎麼function的 他們會知道 他們需要一個to some extent 一種surveillance society 這是innevitable 所以他們要知道說 我們有多少人民 他們要知道說 人民的繳稅的能力是什麼 他們要知道說誰可以當兵 他們要知道等等等等等等 所以必須要有這些東西 資訊這樣子 這個是modern state才可以function 這個 復刻的發言 idealize 這個modern state呢 事實上是 每個人都是會自動自發的 open transparent 他們可以這個state可以看到你是怎麼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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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現在這邊做的 所以我覺得這是非常非常有趣而且非常重要的工作就是各位在做的事實上就是說 你是做了一個相反的工作或者說reverse的工作 就是說把state這個東西open up state需要有secrets 的確 state需要有secrets 但是呢 state不能夠只有secrets 就是它的secrets 基本上要把它打開來 所以我們現在做的東西就是幫忙把state的secrets 這個東西打開來 為什麼要這樣子呢 回到康德 康德 康德 康德說法是說 為什麼secrets 是對康德來講是一個potential 就是事實上他會說不好很不好的東西 為什麼會這樣子 因為他會覺得說 比如說像我說 不是我剛才說這不是說你把東西掩蓋掉的 或者是說emission 或者是說你intentionally mislead一個人 你要做的事情事實上對康德來講是說 你把別人當作你的目的的一個手段 就是說你要把secrets呢就是事實上 你不是把它當作一個跟你對等的一個人 你就把別人當作一個工具 說你有另外一個目的 因為這個 你是把他們當作一個工具 我們現在要做的事情就是 要避免這件事情發生 就是你不能把別人當作一個工具 這樣子 謝謝 我是跟各位學到太多東西了 所以非常非常感動 OK 謝謝您 好 非常謝謝三老師 謝謝各位